那教授研習這一題啊 你也可以 假設你要改寫成什麼 不是研習時數 而是研習次數 你告訴我他參加幾次 那當然就是用count if 如果是總時數 就sumif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再改一下 那count if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你要算 某個東西它是否存在 其實是否存在的話 只要有存在一次 它就是表示它存在 像另外在那個補充的範例裡面 有一個是叫黑名單篩選 那同學就是問 丟一個問題問我 他因為他黑名單裡面有兩萬多筆 他要找的黑名單有五千多筆 相乘起來 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如果說你用土法鏈鋼 一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用什麼方式找 他的那個清單 他的那個清單 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 有的話呢 幫我把那個找到的東西 放在 也許第三個工作標裡面 那當然 用什麼方式來做最快呢 其實用count if來做最快 所以 如果等一下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補充範例裡面 找一個黑名單的範例 那那個有 可以試做看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 count if就是說 統計 就是說呢 他的那個 金額超過五萬的有幾個 就是銷售金額超過五萬的 有幾個 但你不用傻傻這樣一個兩個 就是這樣 插入函數 找一下那個什麼 統計 一樣是統計裡面 co 往下找 count 往下 這個 ok 就第四個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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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那一樣嘛 不過 他跟count if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只有兩個 一個是範圍 什麼範圍呢 就判斷條件的範圍 就這個 銷售金額 對 那條件的話就是大於五萬 ok 好 一樣移開他會變成一個自串 好按確定 幾個呢 三個就出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四個 函數 看著群組的函數的應用 然後有時間的話 再找找看那個 就是有關那個 怎麼樣去計算那個黑名單的部分 另外後面好像 我還有放一個另外一個 範例是跟那個什麼 嗯 計算大樂透 開獎的那個什麼 次數哪個號碼最高 開獎的號碼 比如說 大樂透好像是一到四十九 還是一到四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號碼哪一個號碼 在哪一個年度裡面 或者全部年度裡面 哪一個出現最高 那資料都是來自於網路 因為網路上面 那個 就是都有放歷史的資料 那你當然可以把歷史資料 從網路上抓下來 再做統計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 呃 就就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當成你將來 比如說你要簽樂透彩的一個參考 其實各行各業的行銷 呃 就是其實你要知道說 如果你的data夠大的話 其實你可以知道說消費者的使用習慣 你就會統計出用哪一種方式 就是給他攤藥的東西 銷售的情況是最好的 那你就可以提供他攤藥的東西 自然呢 他的你的那個銷售的情況 也會是最好的 就像我的YouTube上面影片數量很多 那我會去看哪個影片觀看的人最多 至少我要知道說 你們到底想要學什麼 有時候除了說可以做問卷之外有沒有 欸當然也可以從YouTube上面的影片 或者部落格上面的那個文章裡面 看一下大家的需求 那其實看了之後大家就知道說 哦原來大家要的是這一些 那我就在教學上面提供給大家的是大家需要的 其實自然而然的話就對了嘛 不然的話我以為大家會是想要學那個 結果其實大家不是的話 那當然效果就不是很好 OK